2023年3月11日 北京理工大学、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以及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联合在 今日纳米上发表了最新研究 黑二氧化钛在黑暗中的抗菌能力 通过氧空位介导的电子转移 本研究聚焦于通过黑色钛纳米管阵列BTNT在无光条件下增强钛TI植入物的抗菌性能 先前通过光摧化已经实现了广泛使用的含氧化钛层的钛植入物的抗菌能力 本研究表明BTNT在暗条件下具有杀菌能力 是防止植入物相关感染的潜在解决方案 负责此项任务的机制是由BTNT的氧空位介导的电子转移 产生超氧因离子 抢击自由基和单线太氧来杀死细菌 本研究还表明 氧空位会触发细菌的细胞外电子转移 最终导致它们死亡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发现了BTNT在无光条件下的抗菌性能 这项研究可能面临的问题是 负责细菌细胞外电子转移的机制尚不清楚 而BTNT对人体的长期影响也是未知的 未来的研究应该集中在调查BTNT对人体的长期影响 并探索负责细菌细胞外电子转移的机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